训了一顿 那天我下楼的时候 正好龙哥回来 他们刚从跨年晚会那边回来 刚赶到广州 然后我下电梯 我去拿点东西 然后正好一起上电梯 然后我看龙哥 龙哥回来了 他说啊回来了 我说 嘴巴嘟嘟 嘟嘟嘟嘟 龙哥说 那个张照你下去吧 最后 最后我们坐的不是一个电梯 他人比较多 然后我还跟龙哥说 我说 我说真的 我说你唱完之后 我去那个 看看他们你的微博了 看评论了 那些歌什么的 我说你特别火 我说底下都是 好多骂你的 尔龙哥特别无语 笑死我了 张超这样吧 张超 张超以后那个 好 逼逼逼逼 不说了 还有什么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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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 赫歌唱的那个 什么快来找我吧 找不到我吧 笑死我了 真的是 还不敢多说点什么 就是 挺好听的 笑死我了 真的看不下去 当时看弹幕更有意思 你知道吗 弹幕顶上写的是 说 大龙 我不允许你唱 嘴巴嘟嘟 然后后面四五个弹号 看到 哎呀 我还记得 我龙哥那个表情 就是特别难忘 闭着眼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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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唱 想死了 什么 我像美女 没有 没有 我是野兽 不要看脸 管单听声音 野兽 就因为 美女野兽 跟龙哥 抢 抢野兽 我还抢了一段时间 说龙哥 很多人问 那这首歌曲 你们怎么理解呢 或者说 这首歌曲里面 谁是野兽 我说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没有人说什么 哎 然后我说龙哥 我说你 你就让我当野兽吧 好不好 还得跟他商量 然后我说我怎么能准备 我这下子怎么能去操作